咦?这个冰种星光真的有很多星星在里面 如果大家对水晶有兴趣想知道更多相关的资讯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和按钟仔 那就不会错过每一集精彩的内容 很多人问我,Peter Sir,关于这个粉晶的系列有很多种 有些是冰种,星光冰种,甚至乎有另一个名字叫芙蓉晶 其实一般这些所谓的粉晶或者附用晶 它的产地多到不得了,价钱也不会贵 像现在这些粉晶,有些是深色浅色的 它里面是有些冰裂,它是比较容易分别的 是没有那么通透的,如果刚才我说冰种 冰种是比较通透的一般,如果再讲冰种 再带一些声纹的,这个就漂亮了 这个就是冰种的星光冰种附用晶 它一般是产地于马达加斯加的,是这个地方 比较会有这种种类,好,那怎样去看呢 我教一教大家,一般我试过,用这个去手机看 手机的灯就会比较清晰些,这样照着 距离大概一寸位置,你会见到很漂亮的星星 闪耀闪耀这样,现在我见到很灿烂的星星的纹 就很漂亮的,一般这些功效大家是差不多的 如果你说有点特色,那这个会比较突出它的声纹 那如果你譬如做YouTuber或者KOL,那好了 因为它有个星光,那你可以试一下这个 那就可以突显你的能量可以更加提升,快些 那好了,如果你说再加强一点的能量 那当然啦,我都会推荐这个粉色水龙珠,POWER肯定是很强的 分别就是在这里的,那好了,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怎样分真和假的粉晶,OK,一般是这样的 我常常有讲的,我们放在我们的手掌心 如果你feel一下,有种冰凉的感觉,那好了 那这些是真的大部份,甚至乎你可以用一条舌碰一碰它 有种凉凉的感觉,都是真的,但是如果好了 你感觉到,咦,不是啊,是暖暖的感觉 通常,说真的,大部份呢,这些都是假的 是塑胶或者亚加力胶 那么,另一种方法呢,你可以大力点压下去 用你的指甲,如果是按下去的时候呢,有点凹了呢 好啦,那些通常都是那些,就是很便宜的胶 一般呢,如果呢,照一下它看,咦,里面有些泡泡呢 那不用说了,这几样东西呢,通常都是假的 多的啦